做足够 啊真的 他不夸着 你看见 他就是找他 他要找他 找你拍了 他要起来过来 坐着了 太可爱了吧 你跑了 找个我的手机都没电了 拍了一看 不好意思 他给你收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制造吉友哥 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刚刚在整理去杭州游玩的照片时 发现了视频开头这段 在雷锋塔脚下拍到的视频 感觉非常有意思 于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去整理这条视频的时候 就让我联想到最近在网上 比较火的一段视频 说的是一家人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孩 在一家麦当劳餐厅用餐 无意间碰见一个白人老外 结果这个小孩想去找这个老外陌生人 去练习英语口语 结果被这个老外无情拒绝了 于是后来这位孩子的爸爸不干了 拍了视频 逼着老外去道歉 你是不是对他说的滚开对不对 你对我儿子说的get out 他只是想过来给你say hello 你说的什么get out here 你说的什么样东西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 你没有说的屁你 他才五岁 你有这么厨房的人对着他 那你现在就报警 我们马上就得回你OK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不好意思 你好 hello 我现在说hello 不好意思 抱歉 我上面都没有说 我心里不要打扰我 吃饭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但是你说什么 你现在这个表情代表什么 是代表我的逼你吗 什么表情 什么的 你现在这个表情对他道歉的时候 是代表我的逼你吗 你现在威胁我 我没有威胁你 我让你给我儿子道歉 我让你给我儿子道歉 sorry sorry 那么金肉哥之所以会将这两个视频联系在一起 是因为这个视频中的这个老外给我的感觉 就有点像开头视频中的那只小松鼠 假设开头视频中那位调戏松鼠的小姐姐 如果不慎被那个松鼠咬了 她会是怎样一种反应呢 不知道 这只是突然跳出在我脑子里面的一种想法 或者说假如当初树上下来的不是松鼠而是老虎 那么小姐姐还会不会上去挑逗老虎呢 很明显这位孩子的父亲被老外的不友好态度给反咬了一口 顿时心理上就开始感觉挂不住了 而这种挂不住的本质是来自于一种心理上的落差 而导致这种心理落差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不了解 呃就像我刚刚的假设一样 假设树上下来的是老虎 我想那位小姐姐一定不会去调戏老虎 为什么因为小姐姐知道老虎会伤人 这就叫认知 之所以小姐姐去调戏松鼠 是因为小姐姐心里对松鼠是有一定认知的 就是通过松鼠的体型可以判断出松鼠无法给他造成致命性的伤害 最多可能就是手指被咬一下而已 但是从要求老外道歉的视频中 我认为父亲之所以一开始同意他五岁的孩子去和这位陌生人老外说话 那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位父亲在心理上是默认这位老外不会对他的孩子做出伤害性的行为 虽然我不知道这位父亲这样的心理预判是来自于何处 那这也是我一直在我视频中会去强调的一点啊 不要用我们和谐的文化去看待这个世界 要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是像美国肯星顿那样的 你去想象一下当地人流落在街头日子过得青黄不接的 也许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喜欢小孩子 所以我们在和外国人接触的时候 其实啊我们在和任何陌生人接触的时候 都应该先通过观察和了解再去采取行动 这样会显得更加稳妥和自重一些 很明显这位父亲的意识大意 给了这位外国人去伤害他孩子心灵的机会 虽然这位父亲在最后承担了保护子女的责任 选择了去用拍视频的形式捍卫他自己的家人 但是整个事情的过程也让这位父亲看起来不是很体面 难道不是吗 因为这位父亲从一开始就因为他的冲动和轻浮的判断 导致于他的家人在外国人面前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那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先撩者戒 对吧所以说后面即使这位父亲想去通过一些行为扭转 就会比较困难了 今天肌肉哥就从我的角度给大家把这件事情稍微的这个逻辑给捋一捋 就像视频中外国人所说的一样他只是想在麦当劳吃个饭 不希望在吃饭的时候被人打扰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而视频中的男主角用他儿子正在学习英文来作为和麦当劳用餐的老外 说话的借口显然是非常牵强的 撇除对方老外的身份不说他儿子要学英语就去和陌生人说话 而且还是打扰别人的用餐时间 我觉得只要是个正常人这么听起来都会觉得有些不合适 那其实如果你要再举例的话 这就有点像前段时间唐山烧烤事件一样 你不能说那个男主角因为他真的想找女朋友 或者说就是说当时那个男主角确实是真心有诚意的 喜欢旁边那桌的小姐姐对吧 那旁边的那桌漂亮小姐姐就应该附和他和他拼桌一起吃烧烤这样 显得有点不合适对吧有点牵强 其实同样的道理还有很多对吧 你像我们生活中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的这种推销电话 对吧那你说对方打推销电话 他是不是也是为了他的生活想去这个 在你这边获得这个挣钱的机会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对这个陌生电话或者就这种商业的骚扰电话 甚至是一些骗子电话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态度 对吧因为我们正常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空间被别人打扰 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那同样的道理 视频中的男主角他五岁的儿子想学英语 其实这根本不关视频中老外任何事情 对吧所以说 当时我在看这条视频的时候 视频的下方我确实看见了很多国人为视频中的老外发声 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是没毛病 回头我会说为什么这个老外是傲慢 而视频中的父亲在被拒绝后就开始用这个录视频的形式要求对方道歉 理由是对方用了一个英语单词叫get out 视频中的父亲解释说这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就是滚开的意思 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查一下字典的话get out真正的字面意思是离开的意思 英语中的滚开用的通常是fuck off 对吧你怎么说呢 就是我真的也不是说在为这位老外洗地 我想说的是视频中的父亲确实非常准确的把握住对方老外这种傲慢的情绪 但是他却并没有说把握住这个真正对方为什么傲慢的这个点 说出来的理由也是错的 啊 所实是跟着感觉走有点放飞自我了 啊好就好在他对这个感觉把握是准确的很明显 那后来视频中的这位老外也是不服气的 嗯 那位老外他会讲中文 那对方这个孩子爸爸给出的理由他也知道是错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老外紧接着就调整策略在视频中玩起了以退为进的游戏 啊他这么一退反而会让这位孩子的父亲在众人面前显得非常的咄咄逼人 啊处于一个更加被动和吃亏的局面啊 啊为什么肌肉哥会说这位父亲在视频中对这个外国人傲慢情绪的把握还是很准确的呢 因为只要在海外生活过的小伙伴通常都会知道你生活在海外的当地人 他们是怎么说话的这个就很重要 即使是这位老外他不想被打扰 如果他在海外的话通常也是会用一种相对委婉和温和的语气 首先先说一句对不起 然后找个理由赶紧撤出这种尴尬的局面 而不是说像视频中这么硬生生的对孩子甩出去一句get out 但后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老外我不知道他这个就不好说了 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老外他已经抓住了事情的控制权 就是你没有办法我可以判断他说get out这句话对吧 那我是结合在海外就是说这种语境对吧 文化的这种环境判断出是傲慢的 但是后面他紧接着他抓住了这个主动权以后 你很难说他的道歉是真诚的还是不是真诚的 我们还是那句话讲话有理有据 为什么我一直去做这个跟海外文化相关的视频 我就是希望以后随着我们越来越开放 有更多的小伙伴能通过我的视频了解到西方的文化以后 在和这些老外打交道的时候 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主动的局面 而视频中的这位父亲很显然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 所以这个时候他很难再去把这个主动权拿回来 而且这位老外他也会说中文 他也了解中国文化 因为很明显一个人在学会一个文化的时候 他首先第一点是把这个文化拿来为自己所用 相较而言 这位孩子的父亲和这个老外 在这个信息的储备量上 他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但凡这个孩子的父亲 如果对这个西方的文化有一些了解 或者说对说英语地区的文化有一些了解的话 那我想这位父亲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会同意他的孩子去和一个陌生人练英语 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那事情其实也发生了 不愉快也不愉快了 肌肉哥之所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去和大家说 我完全没有责怪这位父亲的意思 毕竟这位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在自己的国家 他也没做出什么过格的事情 也没做触犯法律的事情 这都是他的自由 我也尊重他的言行 以及他家人的这种言行 但是我只是想从一个更专业的角度去讲 就是说他这种行为可能表现出来的形式 就是给人感觉有些幼稚 有些人在这条视频下方去留言说 这位父亲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阳媚外的心态 我倒觉得真的上升不到这个高度 明白吗 就咱们也没必要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上纲上线 很明显这位父亲在意识到他的家人被这个西方人冒犯的时候 他的行动是坚决的去捍卫他自己的家人的感受 对吧 那所以说从这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位父亲谈不上所谓的从阳媚外 只是说还是我刚刚讲的一样 这位父亲可能由于对于海外文化的认知有限 导致于他在和一些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 尤其是在一开始处理上 显得非常草率和轻浮 对吧 这是我的感觉 这也是我想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的一个真正原因 那我知道我们的文化是非常友善的 非常的性情中人 对吧 我自己其实也回国的时候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国内的文化环境 也恰恰喜欢这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 几句话聊得来 便很快就开始约饭局了 这其实在西方基本上是很少见的 没办法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 没办法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通过这件事情认知到 我们在和陌生人交往的时候 其实还是应该稍微保持一些谨慎 毕竟人和人之间 其实这种差异性还是挺大的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来自于不同文化地区的人 可能当你真的去了解到对方文化的这种 他们国家的这种文化背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文化上的这种差异 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 甚至我跟你说 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都觉得 中国人和一些西方人 我们真的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吧 因为就这种文化差异真的是太大 你随着对对方文化的越了解 你越会觉得这种差异性很大 这种差异其实会导致于 当双方在不了解对方文化的前提下 这双方的沟通效率会变得非常低效 那基本上就是属于跟着感觉放飞自我 很明显如果这个西方人要是了解一些中国文化的话 他就会知道中国人对子女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就其实这个西方人他他虽然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可能要比这位孩子的父亲多一些 但是我觉得他在一开始面对这位孩子的时候 也是属于一个放飞自我的一个状态 那要不然就是说他纯粹就属于没事造事 这个我也不好说 对吧那这位父亲就更是属于那种放飞自我了 对吧一个五岁的小孩去跟陌生人说话 这本身不谈这个陌生人是不是外国人 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而为什么我我会说我们需要保持这种社交谨慎 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学会去爱自己对吧 我相信视频前大多数的人我们都是爱自己的人 所以说我们轻易就不应该给别人去伤害我们的这种机会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喜欢我的内容 最后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Peace